清澈 而使得人家周 我们会大幅访问 所有资料都会妥下包裹哦 我是赵阿卡 访潮又讲真实资料哦 人力资源调查好 我是师傅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全国都没有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 即时解盘节目 来到你我相会 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面对台股 昨天转折向上的行情 还不想如何布局的 把一点钟即时解盘节目 看完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那盘式在前两礼拜 我说它持续性的在压缩 那压缩完 它当然自然会往上攻坚 所以在前天 我已经讲过了 跌了两百六十 二点一个台股 已经来到压缩末端 所以它随时会转折向上 那昨天 你已经看到台股 涨了一百二十点 今天台股表现也不错 持续性的一个推升 那量价的结构表现还不错 昨天大涨 成样一千年八十亿 今天持续往上走高 目前九百二十亿 预估量还是有一千亿 所以这两天 当然是很漂亮 温和的攻击量 这个行情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所以你看到昨天 为什么可以大涨一百多点 平概股啊 平概股表现相当粗粗啊 你看大力光昨天创新高 今天又来到新高 5405了 那另外来平概股 可乘今天来到384 是不是过了前波高 创新高 我选的股票就是那么棒 3406的欲金光 今天一样来到短波的一个高点嘛 所以平概股 在下半年的行情 尤其是现在 当然会有所谓拉货期嘛 下半年苹果的iPhone8 确定要出货嘛 不管是第三季 还是第四季出货 目前相关流行券 都在拉货期啊 所以股价是不是开始反映了 那既然要开始反映了 你就要大胆跟我买啊 郁金光 上个礼拜四 我说油亏转盈的平概股啊 如果郁金光到今年度 还是亏钱 我对它没有兴趣啊 我也不敢带会员买啊 就是因为它已经开始赚钱了嘛 那上礼拜四 我说形态量价时间波的转折 配合的很好 所以大胆的跟我买啊 为什么上礼拜四要买 为什么六月初这两根红黑棒不买 操作股票面面俱到啊 缺一不可啊 如果我在六月初 郁金光就卡位 这两根红黑棒就卡位 你一定会被洗漱知道吗 因为它很像整理一个月啊 但这次的郁金光就是不一样啊 是不是上礼拜四 这要关键性的临门一角啊 不管是形态量价时间波嘛 配合的那么好 当天买了会攻涨停啊 这上礼拜四郁金光的动作 形态突破表现又比大阪强势嘛 321以下就买啊 当时候价位在320 你自己对是对价 321以下保证定成交嘛 所以当天买完之后 亮灯32.5 一天22块钱啊 那礼拜五 郁金光持续性能上涨来到355 我告诉你我想再买 为什么 我说这次的郁金光的走势 跟6月初是不一样的 买在6月初这两根红街棒 浪费时间嘛 买在这里 上礼拜四的位置 你所看到是一档股票 连续两天比大盘强势 上礼拜五的郁金光 涨哦 大盘是跌70点嘛 所以我告诉你我想再买嘛 既然我上礼拜五已经 告诉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礼拜一的郁金光 跌下来啊 把握再次低接 当天最低339啊 我342还在买 礼拜一的动作嘛 谁会跟你分析郁金光要怎么操作 这是一个连贯性的分析啊 上礼拜五告诉你我想再买嘛 那礼拜一呢 我告诉你把握再次低接啊 你有没有跟着低接 礼拜一的郁金光 趁回档312附近买进低接啊 一定买得到 为什么 当天收盘 收几块钱 收340啊 礼拜一的郁金光不是收340吗 312一样低接啊 知道会涨当然要买啊 是不是 这礼拜一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经历嘛 那代会员买进的位置就在342嘛 礼拜二你印证了 涨到363.5啊 在昨天郁金光 还没拉出中长红之前啊 礼拜一的分析这么重要嘛 我问你啊 礼拜一的一个操作经历 谁会告诉你 郁金光要把握再次低接 股票看的是一个未来 会员有先来后到啊 如果你上礼拜已经是我的家族成员 当然我带你买的位置大概是320附近嘛 那稍微晚一点参加了 没有关系啊 这礼拜一的郁金光 我一样告诉你342可以再低接嘛 结果呢 礼拜二马上大涨来到363.5 马上拉出红街棒啊 对光是320到昨天收盘价36040块钱啊 那礼拜你买342到昨天36018块钱啊 今天更多耶 今天郁金光 有没有持续性的一个大涨 表现真的还不错啊 所以今天郁金光最高368 报酬率有没有累积 那当然今天郁金光 兵临前波高370嘛 稍微在顿地啊 稍微震一震啊 所以最好的买点 当然不是今天嘛 最好买点是上礼拜四啊 关键性的转折嘛 那这礼拜也可以买啊 这两个位置加起来报处力 朋友你觉得 今天度的航空型好不好赚 屏概股 很有商机啊 因为就一个iPhone的一个销售量 每年的平均的一个销售手机 大概是一万只 一亿只啊 讲错了一亿只 这种一亿只的一个稳定的产品结构 对相关零组件来讲 都是很大的利多 那当然你不必要 不能等到第三季季报或是 第四季的季报年度的报表出来你才知道 诶 平盖股可以买 股价被领先基本面反映 所以呢 郁金光上礼拜四我开始卡位啊 油亏转盈啊 是不是 那这样有没有一波段 希望这样的一个操作经历 你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未来行情的一个主軸 卖动 这党平盖股 它的后市相当看好 为什么 为苹果量身定做的防水功能性 会让康控的业绩 让你相当那个 shock 相当的经验嘛 你看到上礼拜公布的最新六月营收 创下力很高耶 所以你当然是在上礼拜 康控还没有公布六月营收以前 就开始跟我低接啊 是不是 所以6月13号138有卖 隔天修正一天就止底了康控 134接回 我所运用的是大盘击杀 当天94年嘛 买强势主流卖动股票嘛 这里6月14号接回了一个动作嘛 拨在抬买强势基油股嘛 买了之后29号 最高151.5没有卖 但支撑月定率高的康控 别下来要买 所以隔天32号的康控 有没有跌 143的康控我再度的低接啊 我再度的逢低承接给同朋友 做一个参考 所以134没有买的 那143的康控一样要买啊 那接下来 上礼拜重不重要 当上个礼拜的康控 再度的回到143 跌哦 我告诉你要把握 这个低点让你再度进场的机会 讲得很清楚啊 这同朋友你看到我 对一档股票 连贯性的分析 6月30号我告诉你 康控143可以再低接 讯息也给你对视对价过了 那上礼拜的康控又回到143 如果还有低点要把握 我不晓得同朋友你有没有把握再度切入一个时机啊 隔天7月5号这边都有143让你买 很好买 我告诉会员143.5可以再买啊 因为当天的盘中跌了43点嘛 买强势主流卖动的股票啊 143.5再买了康控 盘中来到150 上礼拜四就亮灯啊 为什么可以那么抢 因为当天公布6月份的最新营收在创立新高 那当天股价创高 我告诉会员量价没有不对称 所以安心续报嘛 赚涨停板要靠实力啊 真的要靠实力啊 还没有亮灯以前 不愿其玩的告诉你 143附近可以再买嘛 所以呢 涨停板之后安心续报 礼拜五又涨了7% 礼拜一呢 又涨了5块钱 支撑越电越高嘛 我只要昨天礼拜二 康控创新高嘛 那量价不对称嘛 因为成交量不太够嘛 所以在170附近先卖出 947分啊 那当时的价位 经过两分钟还在170亿啊 所以170一定卖得掉 很好卖啊 我所运用的是大盘几涨嘛 一档股票如果创高量价不对称 我就会挺力卖出 这是我的动作嘛 干嘛 你所看到第三波的操作哦 当时 1.134接回的 当下 大盘是几杀 跌94点啊 买啊 相对来讲 昨天康控是大盘 涨了125点啊 卖啊 你会不会这样操作 大盘几跌买股票 大盘几涨 挺力卖股票 这是我第三波的操作 昨天170卖得真的很漂亮 我发完信息之后 这边都有170以上让你卖 尾盘掉到165.5啊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第三波段的操作35%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都把会员讯息拿出来给你对时对价 我所呈现的是 我所呈现的是第三波我们扎扎实实 让会员创造的35%的利润嘛 所以连同前两波的一个操作 53%加20%73%嘛 所以累积的报酬率三波段108% 108% 这是我们在今年度的多头行情 所带给会员的亮丽绩效 也就是说今年度的行情 真的不赖 有这样的多头的一个架构存在 我才有办法帮会员创造如此可观的财富吗 如果现在盘很烂 是一个类似空头的整体架构 恐怕我也没办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行情 我希望未来一个主軸脉动 那种具有爆发力成长性的个股 你可以好好的根 我从今年度年初讲到现在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因为大盘的一个温和的量价结构 以及1400亿的一个稳定的融资筹码 所带给你的是多头行情会延续下去 所以昨天的康控 170mine 真的卖得很漂亮 对165.5 尾盘165.5 今天康控似乎跌不下去 似乎跌不下去 你们看到 是不是 所以我讲过 我以前的股票基本面很强 有时候我卖掉之后 不尽的马上会回档 那如果真的跌不下来 那该接回就应该要做接回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青年度是什么行情 青年度的行情 叫做多头行情 你自己看一下 台股已经占上万点 好一段的时间了 它有压回一万点 支架让你买吗 没有了 因为支撑是越电越高 从9200 9500 9800到现在一万点 所以青年度下半年行情 我认为台股 在一万点以上是常态 所以既然是一个万点以上的常态多头架构 如何创造一倍的财富 今天 倩老师特别推出 188翻倍计划 有这样的一个行情 我就尽我所能 来帮你创造倍数的利润 A钻石计划 一次20% 四次就可以翻倍 M黄金计划 一次10% 八次就可以翻倍 多头行情如何创造倍数的一个财务出来 需要有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今年度正式推出的188翻倍计划 是要帮投票圆梦 多头行情 能赚要尽量赚 不要等到空头行情 你要做多 就不太容易产生倍数的利润出来 所以希望在我们实现一档 倍数利润的股票之后 未来的波段行情 希望同朋友好好把握一下 188翻倍计划 所带给你的倍数翻股票 谢谢大家 再回到这边一个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城东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城东同步值得托付 赢了2752-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城东同步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凑加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一向不达入回专线 那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阻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引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缩嘛 我说过啦 既然叫压缩 压缩来到末端 随时会转折向上嘛 这两天那个转折力道还不错 成量多有一千亿 很漂亮的温和的攻击量人 这两天最主要的工程 当然是平概股 大力光 再创破断新高 玉金光今天一样来到短波高 可成 创下进度的一个新高 很漂亮啦 这一档股票 我们三次的一个记录点都很精彩 不胡乱追高 当然强势性的个股 来到之声我就带你买 我就带你进场啊 第一次介入一个时期 4月25号嘛 可成啊 本益比10倍 融资低 筹码稳 13天转折买点浮现了 我带你上车啊 304 第一个买点 买了之后 你会走高 走高打下来 5月22号 来到月线支撑是买点 所以呢 3018还在买可成嘛 318 可成买完之后 也没有再度了一个走高 最高382.5嘛 打下来 按照我的计划 低接359块半嘛 三次的一个买点 我们都把汇语讯行 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 同手无期啊 我们电视上所秀的口讯 我说过保证定成交 我没有在跟你玩那种呼嚨 或是欺骗会员的事情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会员在看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啊 所以6月30号可成 当他再度的压回啊 当天可成最低来到357啊 等于是短波段的低点啊 你赶快买 我买给你看啊 6月30号可成 350块半就买啊 因为回到短线支撑啊 强势波动的股票 你不要想说他会回到318 304让你买 他回不去了啊 因为我解释股票 基本面很强啊 支撑只会越电越高嘛 可成最新的6月营收 有没有创下今年度的新高 给你去看嘛 4字头变5字头变6字头 6月份变7字头嘛 6月营收是不是今年度的新高 所以我在4月份布局可成的同时 我就已经告诉你 我看好可成下半年的 跟明年度业绩的展望 既然看好 等一下要赶买啊 平板以下的可成 359块半再度的承接嘛 所以318已经回不去了啊 318当时候也是平板以下买啊 没有错吧 所以6月30号可成 359块半买完之后 7月5号 来到356 我说再给你一次上车的机会 我讲的很肯定 很果决啊 我不认为同朋友 你有没有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先好是负责创造机会嘛 你把握住一下 可成今天就冲高耶 我给你机会绝对不是只有一次 或是两次 你看一下上礼拜五的可成 当他冲高回档来到368 我说高自带强势整理可成 稍微整理一下 他还会再走高 我上礼拜五 有没有这样跟你分析 可成未来架构 网路上的一个节目 你继续看 保证一定有奖 字卡都秀给你看了啦 高自带强势整理可成 你不要担心他回档啊 稍微整理一下他会再走高啊 礼拜五讲完之后休息个两天 你看啊礼拜可成涨两块钱 昨天可成来到381 我说即将过高 昨天的节目啊即将过高啊 今天可成有没有过高 384啊有没有过高 全部过高是382.5啊 什么是讲在昨天让你印证在今天 我给予会员的持股的操作流程 我不曉得给同票印证了那么多档 从代金到代出哦 其他的节目应该看不到 分析师会把会员的抗讯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 你应该很少看得到 因为市场上会成为赢家的 总是金字塔顶端少数的 top级的一个超板手嘛 所以对未来行情 该如何掌握主流脉动 希望档博尔好好把握一下 188翻倍的圆梦计划 你想要财富倍增 这一次要为你量身的定做的 188的一个翻倍计划 不管你要选钻石啊 还是要选黄金啊 穿金带银嘛 总是需要有人来拉你一把嘛 是不是 一次20%四次就翻倍 选黄金呢 一次10%八次就翻倍啊 希望这样的一个翻倍圆梦计划 你可以再度的把握 如红这档股票 6月22号 突破颈线会有波段 这6月22号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经历啊 因为底部已经完成了嘛 所以当天最低333嘛 收盘359嘛 涨上去来到378我减码一半 我卖一半的一个如红 我告诉你压回会再低接 因为我对他的波段看完没有改变嘛 波段会怎么走 已经告诉可妙你要怎么 1比1等去测误自己去量嘛 教你了哦 所以减码完的如红 压回我会再低接嘛 他们压回让你买 7月10号这礼拜一的如红 跌回360 我363再度的低接啊 礼拜一的如红 回到短线的低档支撑 363买回高档378减码部位嘛 没有错吧 当初价位在362.5嘛 你去对时对价 363买回我高档378减码一半的部位 很清楚啊 很清楚啊 这样从378 363又多赚了15块钱的一个价差啊 这我们提供给你一个操作建议啊 有减码告诉你压回会再低接 我会没有执行我的策略 礼拜一如红363买回 当天收盘368 今天如红股价呢 几块钱 已经来到378了 回到我减码的部位378 所以如果我378没有先减码一半 我怎么如何创造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价差出来 所以礼拜363是一个短线支撑的一个介入时机点 到今天为止378 又有十几块钱了 又有十几块钱了 所以我的操盘一个节奏性相当明确 该停力就停力 该低接就低接 怎么进了怎么出了 讯息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很精彩啊 所以各股的买卖点 如何抓转折 需要我帮忙的 不要客气啊 因为很少人对一档股票转折会介绍那么清楚啊 上礼拜三7月5号的灵光还没发动 对我说压缩整理末端啊 要不要买 结果如同前天嘛 台股一直在压缩嘛 我们告诉你跌了262.0台股 随时会上去 这两天有没有上去 压缩的末端 那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买点 上礼拜三7月5号的联谊光 我买在41.6 利用大盘当天急杀 买强势机油股嘛 买完之后 礼拜四涨 礼拜五又涨 礼拜一再度的大涨 连涨三天 到昨天又涨 连涨四天啊 到今天联谊光呢 连涨几天 连涨五天啊 连涨五天叫短波的转折 所以今天联谊光是 找卖点 不是找买点啊 联谊光9点34分 连涨五天短波转折已到 45.3附近卖 当中价位在45.45啊 你去对是对价 45.3保证一定成交啊 这是我今天利用连涨光 大涨五天来到短波的转折 告诉会员 卖啊 目前在45块钱啊 所以卖在45.3的一个早盘 相当不错的一个价位啊 怎么进的 怎么出的 我再度的呈现 我们一档股票的操作流程 所以呢 先生老师是为大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 绝对不是 见你挡挨挡 乱枪打鸟嘛 所以未来行情 该如何掌握 康控你所看到的是 三波段累积 108% 一倍的利润出来 多头行情 能赚 尽量赚 要如何创造 翻倍的财务出来 188 这个翻倍的元末计划 希望同庙 好好的 跟着清老师 一起来并肩作战 不管你是要选钻石的 还是要黄金的 一次20%的钻石 四次就翻倍 一次10%的黄金计划 八次就翻倍 需要清老师帮你 圆梦的 这个188年度的翻倍计划 希望你好好把握一下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夫 平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硬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示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尘通总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尘通总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普往福利 尘通总部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